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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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伊夫 馬伊夫現在也是蠻強勢的角色 這邊其實應該是拿 這一隻沒有錯啦 當然Token騎手會更好一些 因為Token騎手可以拿到 等於說第一輪就可以開始壓英雄的力 應該不要 壓英雄能力拿到閃吧 原來應該不好 現在還沒有那麼強的一心牌 這邊要做決定是要先 英雄能力 聖盾還是要 先英雄能力這個Token 我決定 拿Token然後英雄能力 五四英雄 因為五四英雄其實有可能可以用蠻久的 然後Token一般來說三合一之後就會起掉 所以上面的 加一加一應該影響 沒有那麼大 然後Token會打比較多傷害 然後也會讓我們比較容易先手 然後也會讓我們比較容易先手 這邊我選擇壓Token 就我其實蠻想買醋餅模太 不過還是決定骰 骰的好處是有可能拿到 拿到Pay啦 就比如說拿到這隻魚 或是拿到 那個更多巷弄小貓 那個更多巷弄小貓 這邊其實是有機會平手的 他只要 他應該只要噴小貓 其實應該就有不錯的平手機會 在這邊巷弄小貓出現了 這邊直接拿 這邊一樣要拿一張 然後冰一張 這邊應該會直接拿小貓 因為下一輪就 直接三合一 然後就可以開始穩穩的打了 下一輪這樣會強迫三合一啦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決定下輪 就一定會合像中小貓金卡 然後沒有辦法合 胡斑貓金卡 這邊冰這個龍 因為我們其實冰龍的話 我們可以慢慢轉龍 如果有機會的話 其實不是冰啦 這要怎麼講 休眠嗎 睡 睡這條龍 怎麼感覺怪怪的 好 五四英雄也在做事 就直接合起來 我們就直接升星 然後這邊直接拿一張四星牌 非常讚 這三張裡面 這三張裡面 呃 因為我們剛剛有 睡那條龍 呵呵呵 所以我現在可以拿孤蘭 然後 可以考慮看要怎麼玩龍 這邊可以看能不能骰到一張三星 好牌然後再把它睡起來 我在考慮要不要睡這條胚 呵呵呵 用睡感覺 考慮有點興奮 不過反正這邊就在選擇睡一條龍 龍其實 因為有那個聚合體的加入 我覺得還變強蠻多的 他撞掉我們四星卡 所以沒有彈很多 這是馬伊夫早早就有三合一的心法 就是 趕快升星 嗯 這邊的選擇在 天鞋 還有 反正聖盾會加攻那個還沒有 就在這兩隻之間 其實有一個很詭異的互動 就是 好像你版面上有 就你假設 版面上睡另外一個 聖盾的話 那個 那個人好像會加攻 等下我們會看到 那個很詭異的互動 我們輸給賈拉克瑟斯 不過 其實輸給他是還好啦 他如果飛刀手的話 我們會更擔心一點 輸給他還好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心速其實並沒有很高 我們其實沒有彈太多傷害 不過另外一點就是我們 我們要想辦法長長大 長大 現在其實還沒有 還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變更強 這邊打精英之塔其實大概也會輸 然後 其實我們就廣告速升五了 其實現在這個 我剛剛打的這一串操作 我算是一個 蠻 蠻常規的事 就是 假設 假設 買一副前期有 一個三合一的話 其實蠻常就會這樣打 這邊拿多頭 原因是因為多頭是一張好拍 然後假設拿到光牙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來玩多頭 雖然我們現在 光牙的 離光牙感覺非常非常遙遠 就是我們離龍比較近 不過 版面上也沒有其他比較好的 東西 他也一樣很強 然後 不過一樣就是 他只有一張高星牌 所以他版面上其實只有四顆星而已 所以雖然他很強 不過我們有 怎麼講 搶到一個升級的時間點 所以現在都幾乎在彈 那個 鋁電星數的傷害 不過我們有快速升五星 所以 有得打 還是有得打 所以這邊有一條很好的龍 就是這個青銅守望者 我選擇直接拿下來 我想可以架青銅守望者嘲諷 青銅守望者好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為 跟那個 孤蘭逆菱龍人還蠻大 就是每輪會加攻那個龍人 拿個硬殼加減提升一下 而且孤蘭跟我們的那個柏爾也蠻搭的 也蠻搭的 這邊其實還蠻尷尬 因為這兩隻一起來 現在拿銅鬚變強一點 我們現在其實也沒有 也沒有到很多組 我們現在也只有一個種組而已 所以我們其實如果要轉光牙的話 是可以慢慢轉的 我們就直接碎這個光牙 然後下輪多頭就會來了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轉成光牙 這家就沒有那麼強 不過其實我們有變強蠻多的啊 因為銅鬚加嘲諷Buff 其實 加8加8是蠻厲害的 然後這邊版面上有一些魚 可是我們 並沒有任何魚 這邊蠻幸運擊中另一個光牙 想直接拿下來 我在想要拿這個動物的光牙機器人 可是我覺得 覺得有一點點弱 而且我們還有蠻多錢的 不過我還是拿了 因為蠻常 骰一骰然後什麼東西都沒有啊 這邊這個惡魔其實蠻可以考慮的啊 可是我們其實只損16滴血 所以會有點小 其實我現在看應該 感覺應該要英雄能力那個惡魔啦 因為假設我們損更多血的話 惡魔就會變更好 現在其實只有兩族而已 這邊選擇睡這個毒魚 因為假設我們之後有 進魚人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直接毒魚來塗毒 這里諾不知道為什麼已經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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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里諾不知道 金光牙 選鬼母 因為我們並沒有惡魔 這邊我把龍賣掉 因為我們 已經很多種族了 這樣可以順便來 稍微buff一下 這是你的防擊 然後另一個問題是 要不要 要不要骰 其實可以考慮骰 只要你聽魔術師 我決定不兵啊 因為我在想 下輪可能要直接升級了 嗯 情勢逆轉啊 我們佔優 他一輪 全部加1加1 我們一輪全部加4加2 所以 我們趕上他速度是很快的 而且我們的手下 其實體質也比較好一些 這邊就看有沒有辦法 骰到魔術聚合體了 骰到了 呵呵 真正感性 所以魔術聚合體會演化蠻多次 因為 還有銅鬚的雙倍戰吼 所以沒有毒魚的機會 其實還挺低的 所以這邊的下一個問題 是要不要賣掉銅鬚 然後上這個毒魚 我們賣掉銅鬚 可以壓英雄能力 來 碎這個聖盾龍 青銅龍 所以基本上毒息是一個6-5 然後也是一樣會繼續成長 鬼也木打死力是蠻厲害的 然後我們這個是你的防目機裡面也有 1-1機器人 然後當然聖盾龍 金龍守護者打 那個死力也是很不錯 其他语言也都先下去了 所以 其实现在 就是这几家在战斗了 这是一个非常不边缘的龙 感谢你的不边缘 你没看错 这是个1.7%的把别人打死 35d暴打 这也超怪 就这个龙焰之血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被加到攻了 应该是因为 就是他们骰出版面的时候 还是大家都好好 然后再把它加上休眠的效果 所以那个龙焰之血才会加到攻 还蛮奇妙的bug 我在想无私英雄会不会比较好啊 这是一个洞穴多头蛇三合一 第二张默认聚合体 这个没有铜续啊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强 不过一样跟光牙是非常大的存在 好多圣盾 这几家还蛮幸运的 呵呵呵 我其实应该一方面其实是收割机的功劳啦 所以我们现在手上其实有两队呸 就有一个是末日聚合体呸 一个是这个 青铜龙呸 末日聚合体我还是决定拿啦 因为现在其实版面没有办法 版面有点卡 而且这边其实版面上有一个鬼母呸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机会 末日聚合体到金鬼母的 然后因为他刚刚是 刚刚是恶魔嘛 所以他没有毒的机会还蛮高 就是我们把东西做超大 他其实会很难很难处理 那我们这边其实还可以用发现鱼 再找到一张末日聚合体 有机会啦 这边我觉得上红袍 还不错的原因是因为 最难红袍还不错的原因是因为末日聚合体有机会不会死啊 不过谁知道他演化出了一个 他也找到了一个末日聚合体 不过红袍还是做得不错啦 吃掉一个六十几公的憨恶 玩得好像没有鱼一样 可是其实有 GG 这是一个 很久没看到的末日聚合体吃鸡 不是末日聚合体 那个金光牙吃鸡 末日聚合体真的很强 很强 很赞